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究竟香港警方能不能保护李宾 把将军绳之于法 全香港都在急切关注 Madam 还有半个小时 就到死亡预告时间 还放不放儿啊 放儿 一定要放 我们正在赶过去 正在赶 靖哥 总部一直在呼叫我 全城都在围捕将军 你在这将别人的军 你搞什么 将军部的局 叫幼虎团构 同志没的 不要浪费时间 真正的像极高手 不仅要看穿棋局 更要看穿对手 知道什么就对什么 每天都是我输 我 下棋想赢啊 要动脑子 别发脾气 记住 呼叫中心 将军的彻移到三号盖线 往机场方向 梁警官行事 封锁青马大桥和青九大桥 收到 通知飞虎队梁早 马上去现场支援 未经许飞虎队梁早 请不吝点赞 从前方去现场支援 通知飞虎队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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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能够 你去什么呢 送这让人保护队梁 转移安全物 带来 李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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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该死的 该不该死不是由你决定 法律可以代表正义吗 你也不可以 投降吧 我是不会投降的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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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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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会输的 他一直盯着你 你都不敢看着他 你是和人下棋不是和桌子下 你下吧 走四平五 十六七五 何局 重新开一局吧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是个病人 你也是 你们两位都是病人 麻烦两位回房间 女朋友 眼睛够尖的 你坐哪一行 改天再说吧 刚刚认识 改天再说吧 走啦 先生 你也要回房间哦 你也是病人 好 郑家伟 发尽 择日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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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是他做手术十六个月以后拍的 这位也是罗伯特 六十八公斤 这张照片是他在做手术前三个月拍的 大家别误会 他做的不是增肥手术 而是心脏移植 这位是心脏原来的主人 汤米 死于肾衰竭 他死后 他的心脏给了罗伯特 这是汤米生前最喜欢吃的 垃圾食品 我也喜欢吃 美国有位心理学家加里舒华兹 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他说 有异程的器官移植者 会继承器官捐赠者的口味 思维 甚至行为 原因是 细胞拥有人体基因的所有信息 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在做器官移植时 有可能进入新主人的身体 所以罗伯特 不仅继承了汤米的心 他还继承了汤米对薯条的酷碍 从六十八公斤 吃到一百一十八公斤 教授 您教的是犯罪心理学 为什么要跟我们讲器官移植啊 如果你移植了一个连环杀手的心 你猜 你会不会变得也想杀人 明天继续 明天继续 很急吗 怎么了 又信誉分析 瞎子都看得见 不用分析 是常识 好了 不用说 有事找我 好 不用说 将军 别老打断我 听我说行吗 警方封锁所有媒体不许报道 这你都知道 你算命的 还死我爹 那这就是心理分析 我现在先不说 怕你听不懂 好 不用说 帮你没问题 不过我有条件 维登 你天天烦我 我也没有办法 我想回重案组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调你去大案室 是上头和医生共同的决定 你换过心 我能留你在警局 已经是尽用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全都好了 你叫我做文职 我实在做不来 做不来就不要做 如果你再天天跟着我的话 你连文职都没得做 你连文职都没得做 我 你连文职都没得做 你连文职都没得做 我认为马进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再留一个实行 这是所得 虽然有所得 你知道 是 我进去 是 很多人不个人 你现在都没有 这个人 还在这儿 你们是 对 我要求你 读书 我看起来 发起来 这些人 你也不吃得饿这个 这些人 你也不吃相爱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个人 全都说了 这些人 我看起来 你们找我 我给你十分 马进 车家伟教授 犯罪心理学家 这个案件的顾问 高明栋 国际刑警 这次专案组的负责人 先看一下资料 林冰 没错 这次命案 死者正是林冰 警方凌晨 收到了死亡的预告 但是不到三个小时 他就死了 而且 在亚洲不同的地区 也发生了两起同类型的案件 马进 敢不敢接受挑战 如果这次破了案 我希望重回重案组 奖励是对人最好的动物 就这样了 你上司答应了 欢迎你加入 谢谢高三 出队 让老师 então 有没有 为什么要权我 双手紧握方向盘 限速七十 你开不到六十 你不是这么谨慎的人 你这么想扶植 当警察就要抓贼 难道整天在家煮饭 因为将军 我能抓一个 就能抓第二个 说得好 我没看错 我找到人 麻烦你我在前面下车 说实话 你刚才那一下 我真的以为是将军 别忘了我是犯罪心理专家 我好久没吃火鍋了 肚子好饿 难得嘛 来 滚啦 差不多 嗯 吃吧 好吃 怎么了 你吃辣的吗 我吃辣 一直都吃辣 我好像不吃辣的 没关系 变就变啦 不用勉强自己的 好好享用 我变了 你不担心吗 人都是会变的 辣不辣 都OK 祝你生日快乐 耶 许悦 哇 爸爸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 你现在才知道 我喜欢这个手表很久了 妈妈 你怎么知道的 只要你开心呢 爸爸做什么都不做 那我可要清楚了 那我重新说 重新说 只要大家开心呢 我做什么都不做 好 没事 好 没事 关于发生在亚洲的两起案件 第一起发生在两个月前 香港东区医院前任院长高世仁 在台湾桃园别墅被人割喉 死的时候咬着一个水晶象棋 一个月后 马来西亚富豪拿里波南 死在自家的后院 死法一样 林斌是第三个死者 根据三个地方警方的报告 发现无论是死者的致命伤 还是凶案发生现场的水晶象棋 和将军的犯案手法一模一样 但是将军已经在一年半前死亡 所以没有新的线索 其实这三个人 他们都具有一个共通点 曾经做过有影响力的贡献 罗宾汉心态 凶手和将军一样 杀手想做超级英雄 根据资料显示 将军他没有同等 没结婚 没兄弟姐妹父母也都死了 我看不是同等 是新将军 如果这样的话 凶手不会这么快收索 我们要比较快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走啊 让大家看 我们桂佛的 beber beer 因为日本酒不是这么快 然后《十一郎》 湿南城 至于梁山 梁山 差不多 来 毒 一百年都没有停客的风 都被将军给弄停 四十五米高倒掉死者 又在香港住民景点 手法不像将军的作风 不是巧合 我看是有意 他一定留下了线索给我 这句话是你才说的 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被邪恶吸引住 就会受到影响而变得邪恶 也就是说 将军觉得自己代表邪恶了 喝醉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罪的 他写这句话的用意是想说自己是超级英雄 来世间惩罚罪 这张是见证科在钟楼找到的慈善宴会邀请函 时间明晚七点半 这应该是下一个杀人地点 他留下死亡预告 等我们把他找出来 为了不影响这次宴会的进行呢 我们的保护行动 会以潜伏和监控为主 我会安排专案组 让他们办成服务员 都分布在 A B C D 四个位置 剩下的六个出口呢 就交由飞虎队的梁塞负责 清楚了吧 是 女士 嘴角上扬一定是追女孩儿 没 认识个女孩儿 你什么意思啊 五个月月日时分秒 厉害吧 年轻人 我研究了一个新应用程 这个厉害 别急啊 没到啊 没到啊 这个是用来合成的应用程 你可以像这样 换不同的人头上去 想不想试一下买凳的头 想不想试一下买凳的头 明天再试给你看 明天再试给你看 我一身做事了 喂 阿秀 嗯 明天可能会晚点回家 我约了心理医生 听你的去检查一下 好不好 嗯 约了个心理医生 我呢 也很会说谎 说谎有个基本原则 三分真七分假 要么对女人 要么对上司 刚刚见闻上司 一定是女人了 哈 医生 你不说谎的 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电话 有事请留言 我会尽快回电 说谎不是最差的情况 最差的是无话可说 我看过今晚的宾客名单 目标应该集中在韩国金融巨头金函镇 东南亚市由贸易老总温怒 和新加坡邮轮首席总裁方秀平身上 方秀平还是今晚慈善晚会发起源 那你觉得 谁的可能性大于你 不知道 但我预版机会又出大事 你觉得自己的可能性大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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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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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什么情况 厨房着火 力越来越大 保护大家安全 目标人物呢 他们都已经撤离了 就没有看到方小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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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你的衣服破了 给你带牌 老白 交给你 一直往前走 快 别慌 一个跟一个 快点 别发 快 练上 我快要救你 快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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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你 不用谢我 这茶是你同事到的 谢谢你救了我 你还不能死 我们还要择饰虫菜呢 你还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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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择饰虫菜呢 你还不能死 死者是新加坡海轩邮轮董事长方秀平 死亡原因 歌喉 死亡时间 大概是昨晚火警之后十五分钟左右 嫌疑人应该是事先假扮成保安 潜入酒店 在厨房放了点火器 然后趁乱混入人群 杀了被害人 我昨天见到将军 我昨天见到的保安是将军 但是 马思尔 其实我已经再次确认过将军蒋小军的出生和入学记录 蒋小军一直都是一个人 没有兄弟 你说 会不会故意有人整容整成他的样子 有谁会整成连环杀手的样子 等等 我查一下整容医院的记录 我昨晚看你不是很舒服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没有不舒服 我真的没见到枪军 马思尔患的是心脏 不是换了脑袋 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判断力 那倒是 这么说没事了 没事就好 马思尔 昨天你救的那个女孩让我交给你的 一个蛋糕 一件外套 她说谢谢你哦 谢谢 我不认识她 回来了 好香啊 教授 皱眉用十六块鸡肉 削呢 只需要四块 还是多削一削 我最近常有幻觉 就像刚才这样会突然间不知不觉 你的意思是 你觉得你见到将军是幻觉 我说的不是将军 我说一个女孩 昨晚就在那边 你见到这个女孩之后 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改变了 我有种直觉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直觉是要信的 我知道你是个注重逻辑的人 但是直觉是动物的求生本能 所以有时直觉比逻辑更加准确 怎么会有个烟头啊 我也觉得奇怪 五星级酒店怎么可以抽烟呢 尤其员工在厨房抽烟肯定开除 再瞄一下 找到什么了 凶案现场 在厨房找到一个烟头 净哥 通知高三儿了 你怎么了 没事 赶紧去抓人 有药吗 帮你拿 再茶水间 好 好 好 è 好点吗 怎么样 什么情况 告诉你 已经包围了房间 好 上啊 起床 妈的 你的 我不وق你 71 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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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 是不是 那你还是一个 你又是一个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不是 那你怎么办 アی 凭这么的件衣服能证明什么 如果加上这个呢 你怎么看 孝顺 抽这么多烟 早晚抽死 好 再再 我要附近全部的壁路电视记录 一一排查 是 见证科会过来取证 好 稍等 好 这人 什么事 没事 我是问你什么事 不是有没有事 你老是回避我的问题 男人要面子不舒服 又不让人知道 很正常 你懂的 真的没事 改天再说吧 静哥 什么事 这次行刀还有谁知道 只有专案组的人知道 杯子里的水还是温的 凶手应该走没多久 你怀疑有内鬼啊 死你wer bul 什么事 我帮我帮你 你轻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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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